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到底我該如何表達 她會接受我嗎 也許永遠都不會跟她說出那句話 注定我要浪跡天涯 怎麼能有錢啊 夢想重視遙不可及 是不是應該放棄 花開花落又是雨季 是天啊你在哪裡 青春如同奔流的漳河 一去不回來不及道別 只剩下麻木的我 沒有了當年的熱血 看了漫天飄零的花朵 在最美麗的時刻表現 有時候會記得 這世界它來過 轉眼過去多年時間 多少離合悲歡 曾經自在四方少年 羨慕那飛的眼 羨慕那飛的眼 各自奔虔誠的身影 沉沉漸漸漸漸漸漸 未來在哪裡平凡 啊誰給我答案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 你們如今在何方 我曾經愛過的人啊 現在是什麼模樣 當初的願望實現了嗎 事到如今只好幾天嗎 人選遠風乾裡想 再也早不回真的 我抬頭仰望著 滿天星河 那時候陪伴我的那刻 這裡的故事 你是否還記得 生活想你把無情可道 改變了我們模樣 未成殘放就要枯萎吧 我有過夢想 青春如同奔留的長河 一起不回來不及道別 只剩下馬路的我們 有了當年的熱血 看了滿天飄零的花朵 在最美麗的時刻表現 有誰會記得 這世界它曾經來過 當初的願望實現了嗎 事到如今只好幾天嗎 人選遠風乾裡想 再也早不回真的我 抬頭仰望著滿天星河 那時候陪伴我的那刻 這裡的故事 你是否還記得 如果有明天 祝福你親愛的 我寶貝 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我寶貝 你不肯定 我寶貝 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我寶貝 每个的圆曲呢是C调 这个圆曲唱起来呢 很多朋友觉得呢有些高 所以说我把它改变成了A调的指法 然后呢我们用变的夹 夹在一品 实际音高呢是江碧调 指法是A调 这样呢比圆曲要低两个半音 很多朋友呢唱起来会觉得比较容易一些 由于变成了这个A调指法呢 和圆曲的C调指法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这个也就是A调指法的版本 这首歌对于初学其他的朋友来讲呢 从理解的层面上不难 难呢就难在需要花些时间来练习这个和弦的转换 全曲呢一共用了八个和弦 扫弦几乎只有一两种的形式 下面呢我慢一点来演示一下这首歌的前奏部分 这个前奏呢是根据圆曲的听觉感觉呢 来编的这个A调的指法 慢一点来演示这样 这样的 前奏的第二排呢二弦有一个机弦 在二弦的空弦到二弦的二品这样的 现在呢慢一点来演示一下第一小节 再来 第二小节跟第一小节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第三小节呢是四个四分音符 和弦有四个这样 这个第四个和弦呢要特别说明一下 这个第四个和弦呢实际上是一个A和弦 这样的 但是呢这个A和弦是转位的低音弹E 弹六弦这个时候呢我们弹六弦的时候再弹五弦的这个A音的话 从和声学上面讲呢和声讲上密下书就是这个和弦比较低音的部分呢排列不要很密 这样听起来会有些浑浊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我来用这个食指给这个五弦制音这个A音制音变成这样的 这个五弦的A音让它发闷 这个时候呢它还是一个A和弦的转位 因为这个A音在三弦的二品还是有A的这个音这样的 我的这种按法呢用这个中指按住二弦的二品 然后用食指这个食指的关节要放倒 按住这个三弦的二品和四弦的二品的同时呢 这个指尖给五弦的二品制音这样 需要朋友们练习一下 接下来前奏的第四个小节呢 就是比较平常的扫弦 前两排是D和弦这样的 后面两排是Dm和弦这样的 这样呢这个前奏就结束了 朋友们具体的呢可以看谱练习 这个前奏呢是以和弦的方式来体现的 只有在第一小节的时候呢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旋律线 这个呢我们要演奏和弦的同时再演奏这个旋律线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要练习这样 如果你不弹和弦只弹这一个旋律的话就会很单调 就不是这样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主歌 这首歌前面我讲过一共就用了八个和弦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重复 它的连接顺序呢在不同的段落会有所区别 下面慢一点的演示一下主歌 这个一九的挂四和弦呢这样 这个A调版本呢我在第一段里面扫弦都是用了一种方式 这样一二三四慢一点一二三四 尽管呢左手的和弦在变但是右手的扫弦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 下面再慢一点的演示这个主歌的前面四小节 基本上这首歌的和弦变换频率就是这样的 一共八个和弦请朋友们呢仔细看这个八个和弦的图表 然后把它练熟这个A和弦这样 记住我们弹A和弦的时候不要弹这个六弦很难避免 因为我们这个歌选择用拨片来演奏这个扫弦的时候很难避免不扫到六弦 因为你扫五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左手的大拇指给六弦置音 如果是A和弦的话大拇指稍稍贴在这个六弦上面 这样 否则的话这样弹的话 这个就是转位的A和弦 最低的音是E 不是A这样是不对的 A和弦要这样 我习惯按的A和弦呢是刚刚前面也讲过 用这个十指按住四弦和三弦的二品按两根弦 然后中指按住二弦的二品 当然了这个六弦还是要置音A和弦 这个E和弦比较简单 E和弦只有这个五弦的二品 四弦的二品和三弦的一品 升FM和弦呢 这个没有练习过横按的朋友呢 需要花一些时间 这个增加十指的这个横按的力度 接下来呢这个升CM和弦呢 也是一个横按 但是朋友们记住这个升CM和弦呢 六弦它也不是根音 五弦才是根音 这个扫弦的时候呢 要尽量避免六弦发声 或者用这个十指给六弦 轻轻贴出支音的同时呢 还要给这个其他的弦按住这个横按的手指 如果有的朋友呢轻轻碰到声音比较小的话 这个六弦问题也不大 因为它还是和弦以内的音 只不过它不是和弦的根音 接下来这个D和弦呢 比较简单 接下来这个BM和弦 跟这个升CM和弦呢 它们的指法是一样的 只是升CM和弦呢在四平 BM和弦在这个二平 下面这个19刮四和弦 这样 这个横按要避开六弦 六弦要弹空弦 请朋友们呢看和弦图表 还有一个和弦呢是剩F7和弦这样的 这八个和弦里面呢有五个是横按的 需要花很多时间来练习这个食指的力度 接下来慢一点的演示这个主歌的后半部分 从第十一小节开始的这四个小节 这里面呢前面这个和弦几乎都是跟主歌的前四小节是一样的 只是到后面要衔接到这首歌的中间段部分 就是梦想这里 这里面呢换和弦要快 第四拍子 A 然后第四拍的后半拍是E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中间段的部分 这个剩FM和弦 现在来演示中间段 这个中间段的后面这里面有一个四分之二拍子 这首歌呢是四四拍子的歌 但是呢在这里出现一个四二的拍子 在第十八小节 这个四二拍子这里呢是D和弦和E和弦 那你在哪里 第十九小节这里进入这个立 这里十九小节是这个A和弦 A和弦这里右手的扫弦呢加了一些变化 慢一点 一二三四 这样再慢一点 一二三四 第一拍向下 第二拍呢是一个前半拍向下 后半拍是两个十六分音符 一个向下一个向上 这样一二三四 第三拍子呢前面一个音符是空过来的 延续第二拍子的后面的音 上面有连线 请朋友们看谱来练习这里 我再慢一点点演示这一小节的变化 这里扫弦的这个变化呢 你可以用在其他你想用的地方 就是在整个扫弦里面 如果觉得枯燥的话 适当的可以加起变化 再来慢一点 下下下上上下下下下上 这样一二三四 这首歌的段落呢反复的次数比较多 但是基本上都是这几个和弦 以这样的方式在扫 在第二段的时候 我和第一段扫弦做了一些区别 第一段是第一段的第一拍子是这样的 第二段变成 第二段的第一拍子变成两个音 就是一二三四 再来 一二三四 第一段我用的是一二三四 第二段呢为了跟第一段有一些变化 所以说第二段在第一拍子和第三拍子里面呢 用了两个往下的扫弦 再来 一二三四 具体的顺序呢 请朋友们呢看谱来练习 有些和弦的转换呢 它们实际上是有共同的音 比如说这个A和弦 和DM和弦 这个A和弦呢 十指是四弦二柄 中指三弦二柄 然后无名指是二弦二柄 这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中指的这个三弦二柄 在DM和弦的时候 这样 就是说DM和弦的时候 中指还是按在这个三弦二柄 所以说在这个和弦转换的时候呢 这个中指不用松开慢一点 不需要这个比如说这样 A都松开再来找 这样的话呢 左手的变换速度会慢一些 还有一些和弦呢 也有这种现象 以后呢我们会一一的讲到 好的朋友们 本节呢就讲到这里 再见